好 我们开始 今天我主题是JPKBOS 现在能做什么 其实这个主题 我前几天是在南京做的另外一个主题 是协成的在南京大学 当时和今天 我其实都有一个关于话题的纠结 就是不管协成这个主题 还是JPKBOS 它都有一个状况是 大家有的人在用 有的人没在用 而且也并不是哪一部分人特别少 所以我到底是讲高级的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其实我对这个研究的特别多 最高级的我也可以讲 高级的还是入门的 我想了很久 最终我定的是讲相对入门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做 就是目前阶段还是做科普 比较好 这个它是我根据它目前的 目前的 市场的状况 我觉得做了一个比较难的决定 所以我们今天是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给大家讲 它有什么能力 以及它的能力 有多么容易 多么容易实现 然后它用这种勾引的方式 来向大家去推荐Compost 就是让你去 你想去试一下 如果你听完之后 你想去试一下 那么我觉得我就算是 这次就算是讲的成功了 另外呢 我还有一点想提前说的事情 就是Compost和Vue 一直有人问我 不过最近好像问的比较少了 问什么呢 问我现在是要学Vue 还是学Compost 因为你不是说吗 它以后会流行 那我现在学Vue不是就 就没有用了 就有一点那种 就是快要 它快不行的时候 我才学它 就是这种感觉吗 我的观点直到现在是 不管是以前 就是两年前我开始学的时候 还是现在还是以后 如果你挡个二选一 你只能选一个 你只能学一个 你肯定是学Vue 为什么呢 Compost下面就是Vue 你如果不把Compost给 如果不把Vue给学 学的比较 你不用 Vue不用你掌握的各种 它具体操作技能 你不用掌握的很熟 但是它下面的原理 你需要搞明白了 如果原理你没有搞明白 就去把Compost 觉得很深 你会发现 你根本就学不深 就是不存在一种情况是 我精通Compost 但是Vue 我不怎么样 就简单会用 不可能 你学一学Compost 你就会发现有些东西 你要挖的 你要往下挖的之后 你挖不动 需要你的Vue的支持 其实等一会儿 我讲到以后 你们也会能够感受到 所以如果二选一的话 一定是选Vue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两个 就是你都没有很熟 你觉得我现在学Vue 会不会浪费 也不浪费 先把它学好了 然后再把Compost给学的好 虽然现在我还没有Vue的 专门的课程 但是就是我只是做了Compost 但是我觉得二选一的话 现在是Vue会更好 而且以后也会是 这是我想提前说的 然后具体它们做什么呢 那些最常用的基本的组件 基本组件有什么呢 文字组件 还有Tru record 还有按钮 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布局 比如Linear layout 它的等价的实现 还有Relative layout 它的等价实现 各种Recycling view 它们等价实现 这些已经都是有了 不过我今天没有带来 它们的例子 因为这种例子 你上网搜一搜就有了 对吧 我今天来讲一讲 你肯定不希望 我在花半天时间跟你说 比如我花三分之一 花四分之一 我花五分之一 跟你讲 这些东西 就是你上网都能看见 所以我今天就 不对它们做任何的展开 包括一些高级的组件 其实也有了 就是Material Design 它的一些比较高级的那种 侧边的划出抽屉 那些现在Compost 都是已经官方有提供的 所以仅仅组件的话 是足够的 也就是我在我在做 它和View的对比 它跟我们的传统写法的对比 那些基本的东西 各种组件 那些基本的组件和高级的组件 就是我拿了一个用的 是已经比较全了 比较全 已经很全了 然后呢 就是今天我讲的 想今天我重点要讲的东西 几乎是我全部东西的 是自定义部分 自定义部分 就是自定义view它的等价的在Compost里面做的呃做的事情它可以可不可以做 然后它是大概怎么做的有多有多么弱或者多么强 嗯 我是我的习惯 是把自定义view的那些比较高的部分 划分为三部分 一个就是灰质布局 触摸反馈 你们可能有的人知道我在 我发的这篇 就会认识 触摸反馈 就老人们说嘛 呃 自定义view也有更简单的 比如我就创建一个view的子类 然后我呃 一个view group的子类 然后我最最在里面进行拼接 我在里面做一个add view 把它用用呃 代码的方式来拼成本来用xml也能拼的那种 那种就我就不说他就说这种比较高级的 所以对它的呃 那些深度能力做定制的 规制布局和触摸反馈 用Compost怎么做是今天 的主要的内容 另外如果有空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想说 我想说一下啊 关于Compost的动画和Compost做主题 这么两件事情 就是它的呃 比较方便比较有优势的地方 呃呃 所以我现在就是这一块 关于就是提前做总结 或者叫叫预览 它能做什么呢 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呃 今年这个月份 现在Compost它的在能力上 已经没有什么限制了 已经是跟跟传统的写法是可以 可以打平手啊 其实能够更强 我等会说一下 可以起码可以打平手啊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具体的啊 也就是关于呃 关于这个 关于Compost的那三部分 真的是 具体的 和布局还有规模访 和固制也分简单的 和复杂的 对吧呃 固制怎么做 如果是用自立一句的话 我重写的呢 OnDraw这个方法 然后在里面去写去写各种 去画文字 去画图形 就是画文字和图形 然后按照我自己测量 然后画出我要我要的那个结果是图表啊 还是一个运动的 那个计时的 那个叫什么 标盘啊 这些东西 简单的绘制 到了compose里面 其实不需要绘制了 这些简单的不需要绘制 你就摆放就可以了 也就是你只靠布局 摆放就是布局 你只靠布局 其实就足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实际上compose compose它的一个改变 就是它把xml加代码 这种合并来做事的方式 我先用xml简单摆一摆 对吧 然后再通过代码 去做精细调整 以及动态调整 它把这种二合一的 现在已经做成了 全都用compose代码来做了 所以 所以它摆放起来 就会更自由 会更加的 你叫什么 精准 你想调得非常细 也可以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 这个球 如果你们画过这种球 或者是圆圈里面 一块树 一块数字 或者一个树 这种情况的 你们可能有经验 你们可能会有这种感受 明明我摆一摆就可以 我往一个圆形里面 摆一个textview 就可以 是吧 但是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这个圆形 怎么弄 就有点难 没有这种圆形的组件 它们形状都是方的 然后我要把它图成圆的 但这个圆怎么图呢 有多种办法 你也可以不用自立地的去绘制 但是 但是 一个比较简单 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 相对方便的方式 就是 你去重写它的 Android 然后给它画一个 那个圆 是吧 还有文字 我不知道你们摆过没有 如果你们摆过 你们会有经验 文字摆不齐 它摆不到正中的位置 它会偏一点 稍微往下一点 然后有的时候 可能往左 有时候可能往右 一般会稍微往下偏一点 这跟它的那个 对齐的 它的方式有关 也跟它 也跟Android 对于文字组件的定义 是有关的 它叫textview 它不是文字 它是一个文字组件 它有上下左右的边 你能把这个边去了 但是就会更麻烦 就是相对来说 更容易的方式 其实是你自己去绘制 我画一个圆 我画一个这个数 而且这个数 我要去测量它了 不然它还是会稍微便宜点 然后到了Compost里面 就是你把它摆一摆 我没有去 通过把它摆一摆 就是这个box 外面这个box 外面这个box 就是传统的 相当于frame layout 那个东西 然后里面这个text 就是相当于textview 但是其实 只是结构上 它相当于textview 实际上它的作用呢 更像你拿着Canvas 去调用draw text 去绘制文字 因为它什么边都没有 你想加边 你自己加 它默认是空的 它默认上下流动 都贴边的 所以我这样绘制出来 这是我的实际的绘制效果 这个6 是居中的 对吧 所以简单的绘制 很多时候你不需要绘制 就是简单的传统的绘制 很多时候在Compost里面 你不需要绘制 你摆一摆 就可以了 这是你的方便 对吧 如果你没有做Compost 你会觉得这个比较乱 你会觉得 我不想学了 是吧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学过的任何的新的那些代码 就是 叫什么 代码相关的那些 酷啊 或者是语言啊 你可以回忆一下 可能你记得不清了 学任何新的东西 都是论论的 是吧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这种 这个里面 大部分在你学熟了Compost之后 你不需要进 进你的脑子 不需要进你的眼睛 就像我们扫一句中文 我们其实不知道我看到什么 但是意思我已经会了 我大概就想说的就是这个 其实这些东西 虽然比较多 但是我们用除了之后 是很简单的 所以你这种害怕 其实可以稍微压制一下 这种害怕其实是一种 是一种虚假的 可怕的事情 它是没有那么可怕的 就是我 只是这个 你不用摆 你不用画 你把它摆一摆 其实是很方便的 这是简单的绘制 然后也有 相对复杂一点的这种情况 是吧 相对复杂一点 就是什么呢 右上角那个小红点 不是这个中间图像 是右上角那个小红点 这个小红点 也是比较常见的需求 你可能是 不意图教学的小红点 或者是一些 一些别的那些通知 就是有一个小标记 比如它 你的外卖 还没有收 或者有人给你差评 等等 这种标记 这种标记 也是在传统做法 用资议议会是特别方便 如果你们做过的话 其实特别方便 而且写起来也不难 就是写起来也不便 第一是它的思路很方便 第二你写起来 你的编码也不用很多 就是一个draw circle 就可以了 画一块那个红色的就行了 位置你自己去描 但是呢 其实到了compose里面 哦对 传统还有个做法 就是要用那个叫做 view overlay view overlay的那个东西 那个也很适合做这种场景 不过知道的人比较少 他有个好处是可以服用 他就比这种重写更好的去服用 你把这个view overlay 可以放在这个view上面 可以放那个上面 你写一份 就可以直接往各个地方去放了 不需要改任何别人代码 不过这就是传统的做法 到compose里面呢 还是拼一拼就可以了 这里面这个box 刚才我说 很相当于frame layout 对吧 其实也相当于relative layout 就是这两个东西 到了compose里面 都用这个box就可以了 上面 上面呢 是铺在下面 对吧 下面的是铺在上面 就是它会盖住这个 下面这个box 它又是box 有点浪费吧 一个布局 摆在上面 其实没有 它的测量 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么它的测量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可浪费的 也是 就是省掉那些时间了 所以这个也不浪费 下面是一个图 上面是一个 是一个圆点 这个圆点盖着它 就可以了 我们如果用传统的 做法去做的话 可能会 想到 不管我是用什么layout 它都好像都会 有点 不好写 麻烦那空间怎么图啊 自定义绘制吗 既然我自定义绘制 我为什么要用 下面一个layout 上面一个imageview 再盖着一个普通的view 就仅仅为了红点 我为什么要用这种做法 而不用更简单的呢 我干脆去重写 imageview 就是传统的做法 我干脆重写 imageview 然后呢 在它绘制完之后 上面再绘制一小块 不就可以了吗 是吧 这样其实也可以呀 但到更坡属里面 其实你这么白白 并不难 对吧 这样白白是不难的 性能也没有问题 所以这么写也可以 不过呢 有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 也不用这种方法 就是这个 其实比较简单的 比较容易的 白白就可以了 但有的时候 我们希望它能够复用 像我说的 那个传统做法的view overlay 可能用的人不多 到tmpos里面 如果你想去复用它 你就也可以去做 自定义绘制 它自定义绘制写法 比这个要更容易一些 它自定义绘制 这个是 这个是我做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叫做modifier的东西 因为今天我不是想讲高级的 所以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 说什么 什么词 modifier 就是第一个 这个modifier 它是一个 是一个综合的修饰功能的工具 它什么都能修饰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我也不适合 去把它的功能给 就展开来 来说 总之呢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 可以去不断的延伸功能 不断的通过 点什么什么 延伸功能的一个修改器 这个修改器 通过参数的方式 去传到 你的任何一个组件里面 比如文章组件 比如你的布局组件 比如任何图片组件里面 传进去 就可以给它增加它的个性 比如给它增加它的宽度 增加它的对外的 那个pading 那个叫什么 编剧 然后增加它的 改变它的颜色等等 包括什么呢 包括就像我这样的 你可以增加一个 绘制块 盖在它的上面 我这就是增加它的绘制块 盖在它上面了 其中 这个 Draw with content 上面那个蓝色的部分 就是通过这个函数 我造了一个额外的modifier 在上面 这个modifier作用是什么呢 是去做额外的绘制 绘制内容是什么 就是一个圈圈 Draw circle 是吧 这个Draw circle用的不是 它的API表面用的其实不是Android原生那个Canvas的Draw circle 但它下面用的是Canvas的Draw circle 这么写 我这么写完之后 我可以在下面这去调用 Unread就能给它加上这个组点的 同样的我把它放在别的组件上 那个别的组件也会有这个红点 代码不多 是吧 只是比较难懂 太乱了 但是就是我刚才说过的 其实这代码不乱的 你没有学过的话 你没有用过的话 所以你会不会 你会觉得很乱 你会觉得 我每个字我都需要学的话 那我觉得还不如不学了 我还不如用老东西了 我还不如用我的老一套了 实际上呢 你需要学的东西是不多的 也多吧 因为它是一个完整的Eye的框架 也算多 只是相对它的收益来说 其实是不多的 所以对于简单的这种 相对简单的这种 我明明可以拼 拼出来的 你自己写字定一回质 也是可以 为什么呢 一个人写起来往往并不难 另外它能让你可以去复用了 我能在 用这种方式 在任何组件上面 都去使用这种效果 这是自另一的 会知道相对更复杂一点 然后刚才我说 刚才我说 那个 我说两点 我说一个Canvas下面 我说这个 Android那个原生的Canvas 其实是在它的下面 在Compos的那个 会知道下面 去作为一个下面的支撑 是吧 那么上面什么呢 上面是这个 是Compos的Canvas 它的绘制方式 就是用这些 Compos的各种 它的那些 上面表面 暴露给我们的一些函数 它的函数的名字 长得跟我们原生的 其实是很像的 比如Draw Circle 还是画圆 然后你要画一个 矩形 还是Draw Retangle 这种都很像 Draw Point 这种东西 Draw Text 都是长得是非常像的 只是它额外抽了一层 因为它要跟Android原生的 从API上面去做抽离 这样它更好做多平台 这是它的考虑 但是写起来是很像的 我说的是这一点 然后我举的例子 还有一点是 我要说什么呢 刚才我说 大家如果你二选一 你要懂View才可以 对吧 为什么呢 我也说 我说因为View是下面的支撑 一旦你要有什么地方 你搞不定的话 本来三分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它涉及到View 本来你三分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你不懂View 懂得不够深 真的不用担心 你不用对View的深度的操作 比如我能够去写一个很复杂的 出谋反馈的 我能去写多点触控 不需要 你要懂原理就可以了 懂原理就可以了 方便解决问题 如果你不懂的话 那么你会要什么问题呢 你就没有办法去用它的原生的Canvas去绘制 这个 这个.nativeCanvas 就能够从 从那个外面包着的 Compost Canvas 去取出它里面下面的那个 Android原生的Canvas去绘制 刚才我不是说吧 绘制的那个API是长得很像 是吧 那我为什么要用原生的方式去绘制呢 有的时候你用到一些Android原生的属性 那些属性 它没有在对于Compost 对于Compost团队来说 他们没有计划 反这个也做成多平台的 你就需要去用它原生的了 就是它没有提供那个更上等的版本 比如 你想做 这种效果 就是做这种折叠的效果 把它折起来的效果 这个看着很好看 是吧 这个也是我好几年前做过一个视频里面 我就说他其实怎么干 就是这种东西 这个效果 只能用原生的去做绘制 原生的 你需要的那些额外知识 其实是有一些的 就是Compost里面没有的 原生里面才有的 是不多的 但是你需要知道 你需要绘 对吧 我连怎么去连接到原生都不知道 那我 我就会有些问题 就怎么的解决不了 是吧 这个做起来其实是 就仅仅说这个效果的话 你们可能感兴趣 做起来不难 但是要理解起来 他的做法会相对更难一点 关于那个 Compost 关于原生 关于安德远远生 他的那个叫做camera 的那个东西 那个虚拟的相机 他怎么投过来 怎么投过来 然后他的那个 那概念模型是什么 你要怎么把相机去拉近 去拉近 去拉远 然后去挪他的那个画板 挪完之后再转 再回来 那个你要理解这个事会比较难 理解之后 写这个代码不多 把它绘制出来 把这个样子绘制出来 大概需要20行的 的那个扭转 扭来扭去的代码 然后需要两行的绘制代码 其实写起来是不难的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 有这个效果 这个是需要用原生的 所以原生的是需要懂的 也不止这个原因啊 也有别的地方 就是任何地方 你你需要涉及到吧 一些比较深的地方 稍微深一点点 你不懂原生 你就会卡着很久 你甚至不知道我要去哪学 所以抽空 把原生的绘制 原生的view 开关的东西给搞明白 这个 比把根本学好 是更重要的 这个是绘制 从绘制 其实 咱能看出来 除了 哎呀 我好像这个代码太难写了 我不想学 除了这么一点之外 其实你总 只是从那个结构上看的话 以及它的能力上看的话 根本的能力是要更 更强 写起来会更简单 而且事实上 它跟写成有一点很像的是什么呢 是 它其实对于事情的简化 已经简化到了什么程度呢 它已经把一些复杂到 让你做不成的事情 把它给简化到的能做成了 你可能会有一种感觉 但是它不会 我们有同事 我们有认识的一些 见到一些网上 发一些评论的人 一些觉得 他脑子比较简单的人 一些评论的人 他说 这东西不行 为什么因为我做不成 你可能觉得是它不会 比如刚才我举到的 任何一个那些效果 你可能觉得我会啊 它不会 那能怪这个东西不好吗 它不会 能怪现成不够强 说协成 这是协成的优势吗 它不会 能怪 能说是compose好 能怪这个是 Cleanview 它的那个 叫什么 烈士吗 说是它不好吗 我觉得是 确实是道理 就是 确实能够怪它不好 因为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 你可以想一想 为什么就这么巧 你会的东西 刚好都是那些 需要的东西 为啥 正好你不会的 就是那些 不需要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会自我 会骗自己 我们会自我保护 我们会觉得我会的东西 你们都不会 那你笨 然后我不会了 那肯定没有必要了 等过几天 等过个半年了 过个一年 你学会了 你就觉得这个容易 这谁都应该会 是吧 所以compose它的那种 带来的简单 这种简单所带来的 把一些不可能的事 变得可能了 这个真的是 它很大的优势 是吧 等一会儿我也会 拿那个动画 和主题 做一下例子 如果有空 如果也是这样 然后是布局 我想喝点水 布局我写了 布局我写了两点 一个是关于简单的 齿昆自定义 一个是布局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更简单 这个就是我说的 确实这几天 别被家人看病 没有时间准备这个 准备PPT了 应该是动的 应该是先显示第一行 再显示第二行的 但是我用嘴巴跟大家说吧 就是什么呢 我们传统的写法 写view的写法 对于自定义布局 这件事情 是有两种场景 会用到的 一个就是 对于尺寸自身的修改 比如 一个方形的 我需要一个 我想做一个 圆形的image view 那么它首先 得是方的 然后我把这方的 再去 把它那个边角 给涂掉 是吧 这么两步 第一步在这方的 怎么是方的 我可以在布局文件里面写 它横数都是48DP 横数都是56DP 我可以这么写 但是有的时候 我需要动态的去写 我需要它写一边 是多少 另外一边是read content 我可能需要这么做 我总之有各种需求 我希望怎么样呢 我希望它贴着那个窄边 不管是竖着的 就是 横着的吧 不管是横着的那个竖边 还是竖着的那个横边 我希望它贴着那个窄边 把另外一边给裁成方的 对吧 对于传统做法怎么做呢 你重写它的一个方法 叫arm measure 重写view 或者image 任何一个这个view 它的arm measure 这个盘数 让它先自我测量 自我测量之后 你再看看 它测完的这个宽度和高度 哪个更小 再把这个宽度或者高度 去设成它的 它的那个统一的宽度跟高度 比如宽是100 高是200 那么宽高都设成100 这是传统的写法 到了compose里面 也可以这么做 并没有这个道 更并没有更简单 这种需求比较容易 它并没有更简单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呢 就是关于布局 写布局就更容易了 等会我跟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这个是一个方形的imageview 怎么做 你先去让它用这个 这个函数 又是一个modifier 这个我就不细讲一下 就不细解释了 你去让它去自己 测量 major 测量完成之后 看一看 它的match 选最小值 对吧 它的宽和高 哪个更小 选完之后 把它都统一 作为它的宽高 就可以了 这个就 简单一看吧 它我觉得这个是并没有更简单的 更简单的是什么呢 它写复杂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什么 它的名字叫flow layout 也就是那种标签布局 或者叫那种流逝布局 就是怎么摆 我横着摆 我有一个方向的区域 我往里面摆很多标签 标签一 标签二 标签三 标签四摆不下了 自动 到第二 标签四 标签五 标签六 标签七 标签八 第二个活动呢 就这么 就这种折行呢 它叫 叫做 就是业界比较通用的叫法 叫flow layout 也就是我们摆标签的那种 摆那种 你搜索的时候 点标签那种标签的布局 就是用这种 就是 就这个东西 它用传统写法 怎么写呢 重写两个函数 一个叫on measure 就是我说那个测量的函数 一个叫on layout 这两个作用是不一样的 on measure 是测量你自己的尺寸 以及你内部的子view的尺寸 这是第一步 不是 这是第一个函数 第二个函数呢 叫做on layout 是干嘛 是去摆放 去摆放你内部所有测量好的那些子view 它们的位置 你不能在一边测量的时候 一般就把子view摆好 这不符合它的测量的和布局的流程 你需要这么写 那么就会有什么麻烦呢 你们如果写过 你们可能会有意义 我测完这个 我测完第一个了 然后我测第二个 等会儿 我第一个的位置跟尺寸还没摆呢 怎么办呢 没事 下面摆 是吧 在那个on layout里面去摆 我在on measure测量 在on layout去摆 对不对 但是我在下面on layout的时候 我要跨函数 拿到别的函数里面的局部变量嘛 比如我在这个on measure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数组 它存下来了我的测量的所有子view 它们的尺寸 它们的位置和尺寸 我都都算好了 那我要怎么去得到它呢 我跨函数 跨方法 做不到 这个是语言它能力之外的东西 是吧 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 我们还需要在这个啊 在这个叫什么啊 组件在这个view的里面 去单独创建它的 它们的变量 去存这些稍后会用的东西 那么做下来就会比较麻烦 这个我写过这样的代码 用讲过课 写过这样的代码 这个写起来是比较长的 比较 一个比较长 主要是它那个逻辑很凡人 你也得把它被动的拆成两部分 明明是一件事 实际上跟boss代码并没有这么短 你们看见很多整个号 但是会短的多 而且实际上它的丝度会更 更顺的多 它是一条线的 这个是boss代码的写法 我怎么做 先拿到我的内部的一些 所有的一些呃子组件 不叫子具 那些子组件 往上面去一个一个的 啊一个一个的测量 没事 把他们一个一个测量 测量完成之后 这个我们写整个号在整个号里面呢 把他们呢一个一个都加到这个变量的里面去 叫这个数组到里面去 不是去个list 叫这个list到里面去 然后在那个里面之后 把他们把我的所有子组件 他们的位置尺寸都得到之后 都得到之后 我就有了我的尺寸了 对吧 我的尺寸就是这个 这是我的尺寸 这是我的满宽度 因为什么我是一个flow 对吧 我的满宽度 以及我的量出来那个高度 这个高度就是什么 就是我的每一行 加起来那个高度 具体的逻辑我们就不细说了 然后呢 这就是我的 我已经汇报完 我向我的副组件汇报完我的尺寸了 接下来我需要摆放我自己的资组件 我的资组件需要在下一个流程 这流程改不了 他就这么的一个逻辑 你不这么做的话 你的你的这个 整个的绘制的叫什么 整个整个你的UI系统是做不完整的 你的功能是缺的 所以需要到下流程 但是只需要把它包进一个lambda里面 包进一个lambda里面去 指挥了 包进这个 包进一个lambda里面去 就可以了 所以你写还是在同一块写的 那么你就能用到它里面那些变量 这个变量从哪来的 从这儿来的 是吧 是哪个呢 你们可能记不住 是那个用来存你的子组件 它们的位置尺寸的那个变量 在这儿还能用 是吧 是同一块的 所以写着就其实一条线的 是个流水 会容易的多 如果你们写过 你们可能会 会比较爽 如果你没写过 可能觉得 但是 确实 你写这种复杂的东西 会更方便 如果你以前 被自定义 它的自定义部局 这个 这种能力 吸引过 甚至你有过这种需求 但是最后太难了 所以你放弃了 你想想 也许你有这种事 如果有这种事的话 你试一试 看bost 你可能会发现 真的很简单 其实还很简单 因为很多人 写不了布局 就是这种 跨 方法 跨函数的这种逻辑 太烦了 会让你 会让你 觉得 那不只是 你要取那个 变量 因为变量 它有可能会中间 在半路做一些事情 都让你 就是两个函数一拆开 就让你很难办 你会发现 这种写法 会简单的多 它对 飞脑子 飞的是很少的 是吧 不是你不会的 不是你会 别人 别人不会的 就别人笨 好吧 所有比你高的高手 是不是 那你说怎么 那那高手在说 说你是 是你太笨了 但他说的就算对了 对吧 然后是 这是说完了 位置跟布局 其实都会容易的多 你们可能也能有感受 就是去想象一下 好像他已经解锁了 我的某方面技能的 那个可能性了 只是我还没试 我还没写 但是似乎如果是这个难度 好像我也行 我也能上 是吧 就是这种感觉 对不对 然后关于触摸 触摸我也只说一点 只详细的说一点 就是他写一些 我写一些自定义的 完全的手势 自定义 就什么 完全的自定义 手势的逻辑 你应该怎么做 我上面第一条 是默认指的手势更多 什么意思 我们原生之称是 点击和长按 然后他扩展的那个 Gesture Detector 你们可能有的人知道 是官方给我们提供的 让我们可以去 可以去测试双击 还有长按之后 不动 这种事情都可以 更多的 其实就没了 而Documbo里面 这种官方给出的 现成的这种手势 会更多一些 这个我就先不说 说什么呢 说他自定义逻辑 就是最难那个事 我跟你们说一说 说几个场景 我们自定义 对一些组件 它的触摸之后 去移动 比如说我想用手指头 去画线 在组件里面画线 我摸到哪 那个线连到哪 想一想就比较难 是吧 这个其实不难 这个不管是用 用那个传统的 那个自定义view 还是用compose 都不难 你可能没试过 所以你就难 我跟你说什么难啊 多点触摸 什么多点触摸呢 比如说我有两个手指 我两个手指 我两个手指 它们想放在界面上去拖动 本来我可能写的 我觉得这个事已经都难了 我写的什么 我写单点触摸 就是我拖着这个组件 把它 上下头这么放着手指 组件就跟着我手走 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酷了 很帅了 但是我的同事说 你为什么不支持多点触摸 什么意思呢 我两个手指这样拖 为什么就拖不好了 为什么它只跟着我的 实指走 不跟着我的重指走 为什么 为什么不跟着我两个手指走 我 我 就是 我把一个手指落下了 再把另一个手指 也放在这儿 到这个位置 然后 我认为说 这往上去 正常逻辑 比较符合直觉的逻辑 是什么呢 这个组件应该是 以0.5倍速度往上提 因为它按着 你们试一试 试一试 某些那些画图啊 相册的那些软件 它们可能会有这种逻辑 一个手按着 这个手再往上 它会以0.5倍速度往上去 还有什么呢 我一个手往下 一个手指头往上 它就原地不动 只是你的 你不可能做的那么 做的那么均匀 所以它可能会 上向的那么抖一抖 但基本是不动的 这种是很符合 我们直觉的逻辑 是吧 符合直觉的 就是用户会舒服的 对不对 为什么不写啊 太难了 对吧 但是到GameBoss里面 它也是 这个手指 这种手指 也是支持的 但是不是手指级别的 也算手指级别的支持 就是你简单行的 机行代码 就可以把这种 这种回料得到了 然后 然后你 然后你想写什么 就写什么了 它实际上你落地的代码 就是你写出来 能看见的代码 跟单手手指 其实是差不多的 只是我多写了 那么一层签套 因为我要确定 我要告诉 我要告诉框架 我要告诉Boss 我是要做多指手指了 然后现在 我说一下 自定义逻辑 完全自定义逻辑 我们怎么做呢 看这个 这个又是一个modifier 对吧 然后它里面 后面有个函数的 pointed input 不会管这个名字 它就是用来做 做那个写触摸 做自定义的触摸 手势触摸的 侦测的 是触摸的 侦测 对 做手势 做触摸的侦测的 一个 那个modifier 关键是什么呢 它下面的一个逻辑 第一步 away each gesture 我要去等待 每一个手势 什么叫等待 每一个手势呢 就是 当你的手 摸下来 摸下来 就是 按下时间 出现的时候 就会积住这 当你手指 松开的时候 就从那出来了 然后呢 等下一次手指 就会 再从那跑 再按下来 就丢进 就进到这了 这样 也就是 如果你想写什么呢 如果你想写 我想去 去跟踪用户的 那个 单个手指 看一下单个手指 它是怎么移动 然后怎么抬起来 然后呢 根据这些位置 去 去在屏幕上划线 怎么做 我先 wait first 这样 等下 等到我的第一个 按下 等完之后呢 去不断的调用 这个wild tool 对吧 不断的等 每一个 呃 时间 然后你会每一个时间 都可以去 找到的位置 对吧 找到位置之后 就可以在 在你的街面上 陷燃 就是这个绘制嘛 你们不会而已 不是 如果你没学 如果你没学过的话 你是不会而已 你能想到 很简单 对不对 如果你会 是吧 它是一个简单的逻辑 然后呢 每个都绘制完之后 刚用户之后 这一弹起来 同时就弹起来 你可以自己写 那个逻辑 你会出 就遇到这了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从上到下 这样的逻辑 是吧 对不对 其实是很 很顺的一个逻辑 你可能 不觉得这个有什么 我跟你说一说 传统怎么写的啊 传统是我们写 写那个 呃 次的 突破反馈 怎么写呢 我们重写一个函数 其实有的时候 是两个函数 但是呃 简单情况 重写一个函数 叫做 on touch event 这个函数 然后怎么做 这个函数是一个回调 这个是放写成做的 因为它是呃 因为写成而得到了 很多很多的方便 其中这个是很经典的 一个一个场景 因为我们不用写成 在传统写法 用的是回调 on touch event 我们会需要在这个 在这里面写什么呢 写 每当发生事件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什么叫 每当发生事件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呢 就是第一步 你要在这回到 回到的第一行 你写 我看一看 这是一个什么事件 这是一个按下事件 还是一个抬起事件 还是一个移动事件 然后呢 根据这个事件 我就做不同事 如果是按下事件 我记住开始做事了 如果抬起事件 我要把所有 所有那些状态 都给删掉 都给清空 如果是移动事件 那么我要看看 我现在 我的按下的那个位置 是哪 我上一个点击卡 我要做这种 这种连接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你写完之后 它就 就是你的逻辑 是需要 在最后退出的 你不能一直这么 这么拖着 你说什么 我要等下个时间 我在 我在按下时间 我要等下个时间 我要去 我要卡住 这卡住 你接下来卡了 你需要在同一块 代码里面 去写 你对于每个事件 的做法 那么点击是什么写呢 就非常简单 那点击是怎么写的 这个点击是什么 await first off 然后再等一个off就可以了 就没了 是商量了行 而用传统的写点击是 你要找事件 然后看一看你的 你的那个呃 这个事件是是stop 然后接下来 你要再再等 你要再再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 你叫做什么 或者是switch 那个另外一趟 另外一个分支里面 你你确认 它是按 抬起 那么就把这个事情结束 你要做两个分支 按下的时候 我记录 我已经按下了 抬起的时候 我记录 我已经抬起了 然后就触发那个 触发那个抬起的效果 不管是 画面呢 还是你呢 你最近的那些 好像 那个点击的那个listener 这是按下抬起 如果是拨动的话 就会更麻烦 你的那个 你要三个分支 包括那个移动分支 它还需要 你还需要去看 我 我目前 有几个手指 按下了 你要去测的 因为 因为这是 一次全新的事件回调 对吧 你要去测一测 我现在是 有几个手指 按下了 会更麻烦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怎么办 我去记录 用别人去记录 是吧 但是它不是像这种 写成的这种 还是 还是一顺流 这么下来的 对不对 按下 按下完成之后 当然是移动了 移动完之后 当然是就采写了 是顺的 是吧 这个是它 它吃了写成的 很大的 那个 优势 但是 不管它靠什么优势 因为代码也不是我写的 对不对 代码也不是我写 代码不是你写的 代码不是我写的 不是你写的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 哦 它靠写成 它不是靠自己写的 那管 你管它靠谁写的呢 是不是 管它是compose 他们写的 还是 Colin全队 是Jean Brins他们写的 它好用 是关键 对吧 这个是它的很大的一个优势 就是这种写法 你如果去过一过脑梦 你想一想 这种写法 其实解锁了 大部分的 那些复杂的场景了 我们各个场景 都是一个 都是一串东西的 不管你怎么复杂的 我先两个手指点 点下去 然后变成三个手指 然后变成两个 这种 都是 它都是一个 链条 对吧 这种链条 在这里面写的 也是链条 但这链条 在传统写法里面 它不是链条 它是一个一个 分离的 回调 这个我写过 特别痛苦 特别辛苦 我写过多点出谋 挺累的 我觉得好像说完了 好 所以说那个什么 那个动画 动画和 和 什么来着 主题主题 动画和主题这两个东西 动画 这个也是 跟Bose 它也会比 那个传统写法更方便 但是 大致个方面的 那个逻辑 其实跟 跟那个 链条 还有跟Colin 语言 关系很大 你们可以想想 链条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那么 那么跟Bose 动画也差不多 这种好处 我不说这个 为什么呢 跟Bose 他有一点 他把 他把 逻辑 所有的 都给融到一块去了 他没有去拆成 一个一个的view Android 当时做view 肯定有他们的 好的地方 只不过这么 这么些年是进步下来 这个view 他的这种 这种嵌套的结构 一层一层凉 一层一层 再去摆 一层一层再来绘制 他就让刷新这个事 变得很重 变得特别沉 是吧 而到了跟Bose 里面 他把所有东西 都放在一块 他也考虑到 各种刷新的问题 尤其是考虑到很多 关于动画的问题 所以 刷新 很多时候很轻 就比如说 这个 结合到主题的 动画 你们可能看过 我以前 做过一个视频 是 是说的那个 我自己写的一个 聊天界面 它里面有切主题 就是 下面那个 炸弹爆炸的一个效果 不是炸弹 关键不是炸弹 关键是那个 它切主题 切主题 是这个主题里面 每一个文字 它的颜色 都在变 每一个 组件的那个 叫什么按钮 框 它们的底色都在变 包括聊天背景 也会变 从白变成黑 从黑变成 那个红色的 那个背景 而且是渐变的 这种整体的 渐变 大家都做过 自定义的 不是 都做过 叫什么 就是这个渐变 大家都做过 渐变 可能有些人 没做过 就是应该 很多人都做过 渐变 这个事 你能够想到 我整体上 每一个 那些view和view group 它前后 每一层 都要做渐变 它其实会特别卡 对吧 它根本随便 是不卡的 但是 也不说很流畅 就是你感觉不到 有任何的卡 因为它从设计上 它就让这种 从下到上的 每一层 一块 一块 都做动画 这种事 它设计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会触发 任何的 重新的测量 不会触发 任何重新的摆放 就只是 全部都重新绘制 一遍 而且都在 同一个view的里面 也没有任何 系统层面的 那些 延时 所以就会很快 这是动画 这是动画 和主题 他们的那个结合 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也是我说的主题 主题 我们在 其实原生 支持主题的 而且你们应该都知道 只不过 可能会不记得 怎么做 XML 对吧 那个布局文件 那个里面 是可以插主题的 你可以用那个 叫什么 Holo那个主题 可以用 可以用Material 那个主题 是吧 这种主题只是用起来 太太不好切换了 是用XML来配置的 你用代码也能换 但是就 就非常麻烦 更不用说 做这种动画 是不是 而你如果用 Compose 去做主题 它还是 以参数的形式 加进来 就是一个颜色参数 而且 这种颜色参数 它用的是 Compose 一个特性 叫什么呢 叫 Composition Local Composition Local 就是 相当于一种 具有穿透力 哦 这么讲 这么讲 相当于是一种 具有穿透力的 局部变量 它可以 它可以往里面穿 往这一层一层 从这个组件 穿到里面的组件 再往里面去穿 都能够 能够穿进去 所以你在最外面 这层 设置一个主题 那么主题里面的 背景色 你的那个 文字颜色 你的图片颜色 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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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你们可以自己 都可以自己定 不只需要 不是非要严格 按照Mature Design 你可以完全定自己的颜色 比如我做那个 那个微信 那个主题 其实颜色特别多 特别复杂 怎么做的 就是一个一个都定制了 定制完成之后 你从最外层去遮置 它会一个一个的 都感染到里面 从里面 你只要 只要说什么呢 我要一块文字颜色 我要一块 底部按钮的高亮颜色 你不需要说具体 这个是黑还是白 这黑还是白 留给你 留主题给你 主题有谁 主题由最外面 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主题的这种 它的这种 这种结构 也让主题 可以动态调整 这样就不只是 主题的动态调整 可以 我说反的 其实 应该说 首先 由于这个原因 所以主题可以动态调整 而又由于这种 这种跨层级的渐变 是没有什么性能损耗的 没有什么额外的性能损耗的 所以 让这种动态主题 就可以 就可以去 动画的方式来实现 就是我们试验 那种效果 从白变黑 从黑变白 就会很容易了 几年前 网上有一些 分享 是那个 手机QQ 讲的就是什么呢 那一篇文章 讲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QQ 扯QQ是怎么做到 让软件不需要关闭 就能够去切换 整个主题颜色了 可能有人看过 到Compost里面 这个事是不需要分享的 因为我们都能做 就是你正常写就可以了 就很方便 这是Compost 而且这种 这种动画 在任何地方都能用 也是让我们很多事情 在能力上都解放了 我们不需要再说 这个是做不到 这不可能 是吧 可能吧 而且是比较容易做的 然后关于动画 还有一点 就是最后一点了 就是关于过度动画 转场那种动画 比如什么呢 我有个界面 界面是一个 是一个游戏类表 或者是一个软件类表 然后呢 我希望的效果是 我点开一个软件之后 这个软件 你别给我蹦到一个新界面 你把它的软件图标 逐渐的放大 然后挪到上面这个位置 把软件的名字逐渐放大 并且从黑色变成 它的橘色呀 或者粉色呀 总之跟这个图标 相同 相比辈的颜色 把它慢慢的往上放大 移动那个新的位置 这种叫什么 这种是转场动画 在 在Android其实里面 其实提供了这种 API呢 叫Transition API 跟Bose也有Transition 跟它不是一个东西 它俩是两个概念 都是动画正观的 跟Bose 那是什么 Android原生 它那个转场 做动画的API 它为什么专门做这种 转场动画的API呢 因为它点界面 去跳的时候 是有可能需要在多个 多一个 多个不同的 那些Fragment 或者多个不同的Activity 之间去做这种挑战的 而这种其实都 都已经跨了窗口 它跨了Windows了 它绝对不能在 那个View那系统里面 去操作 所以它就需要 搞一些系统级别的 那些小动作 让我们去实现 而跟Bose也是 你有可能它所有东西 都在同一个View的里面去 都在同一个里面 所以你也在同一个View的里面 去操作 所以这种转场动画 做的 做起来也是特别简单的 是特别简单 我没贴过来 没有贴过来 那个是 那个是我在 我的课程里面 一个效果 Kunbox在最新的 就几个月前 它更新了一个新的API 叫做Look Ahead Look Ahead 就是远瞻 前瞻性的那个 Look Ahead Scope 那个东西 就是专门用来做 这种转场动画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例子 你们可以想到 类似的这种 这种转场动画 不管你是用View来做 还是用 不管 就算你是用来做 不管你是用Activity 用Fragment 还是用View来做 都会比较难 会 写节会 会辛苦 哪怕是用View来做 我想想 这咋做呀 哦 那么我需要把 新界面的那个 就是那个打开 打开那个新界面 那个图片和文字 把它先往这放 往那个按点击的位置来放 那么怎么放 我要查整个位置 我要现场去测量 它的位置 然后呢 在用物点的一瞬间 去往这放一个假图片 对吧 往这放一个假的文字 然后让它慢慢地挪上去 然后如果测量Y怎么办 然后还有半动文怎么办 很多很多问题是吧 总之是你要造假 就很麻烦 是不是 到跟Boss里面什么了 跟Boss里面 它写法其实是 其实是这个组件 根本就是 就是对于这个界面 和另外一个界面 是共享的 它是真的是一个 共享的组件 那么怎么共享 在这个界面 是它是放在这 然后到下个界面的时候 等会儿你别吃饭 我先拿着 然后呢 我们到新界面 开始组件 那个组件新界面的时候 我再把这个拿好 这个已经我 怎么测量 会抽完成的东西 再给放回去 就可以了 它真的是一个共享的东西 所以是 没有任何的那种 不会让我们看出的破绽 的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造假 这个是关于动画 主题啊 动画这个也是 我想延伸说一下的 跟Boss它的优势 它写跟Boss到现在 能力上 没有什么缺德 哦对 有一点 有一点 是什么呢 你们可能有的人 比较少的人 用过 Surface View 和Texture View 这种什么呢 这种是 跟系统的那个Surface 这个功能相关的 Compose做不了 这是做不了 因为它必须得到 View的级别 这个是系统API方面的东西 不过呢 只是Compose 就是纯用Compose做不了 但你可以用Compose 早就提供的 那些方式 就是去跟那个 跟View系统 之间搭个桥 你往里面 你往里面贴一个Surface View 或者你往里面贴一个 Text View 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没有任何的 性能的 性能的额外的损耗的 就正常这么用 就可以了 这也是我刚才想说的 我们 我们没有 不要说 哦 你没有实现 那你看来不够强 我们不是比这强 我们是使用者 我们只要对我们好用 能给我们省时间 能提升我们能力 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个是我 最后想说的一点啊 就是我希望那个 跟大家说了这些 如果你 你觉得看完之后 你觉得 我想试一试 我觉得 如果我能突破第一关 如果我能突破的 你去上手使用那一关 这个东西好像会对我很有用 好像能够对我帮助很大 那我觉得我就算讲的是有用的 我们用五个回答问题的时间 我们用五个回答问题的时间 回答问题的人 对不对 什么回答问题 提问的人 可以得到那个 礼物 衣服 对 那我们谁来点呢 你你来点吧 好 第一个问题 这一个问题 我们不用逼了 然后这个关于列表 因为我们知道 传统你要用微博来写 列表就算 关于列表 这块 Compost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用传统的微博来写 就很完造 对吧 我们要写这个 但是列表 因为我们没有深入研究 看到有 有这种 rumor说 这个不有性能上的 这个来去朱老师 这个来去解答 有没有性能上的 有 有 哎 有性能的问题 喂 好 还是有性能问题的 只不过了 因为我一直并没有关注 它的性能优化 因为第一 我不是负责 我不是负责开发Compost 我甚至不能说是负责宣传Compost 我只是 我觉得这个很好 所以我想把它推荐给大家 这是第一 我不是负责开发Compost 第二呢 就是我对于它未来慢慢的把它优化好 我觉得这个不能叫信心 因为 因为 安律坎队 他根本就是要拿Compost去替代到view 所以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把这个性能优化慢慢的做好 所以我觉得我就等它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什么呢 虽然我跟大家说 你们可以去学Compost了 现在可以去了解 因为它比较 比较好 你可以去用一用了 但是呢 按照我对于市场的 目前的市场的了解和对于大家繁忙程度的推测 我觉得这种它要真的流行起来可能还得还得再等一等 就是现在你要学的话以后会很有优势 就是对于每个人你的职业成长会有帮助 但是我觉得还回到大面积流行起来的时候 所以我现在去测它兴趣也不大 但是就我看到的消息 第一确实是有性能问题 第二是在慢慢变好 另外 现在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已经达到跟原生一样 就是那种列表 黄的列表 有没有大家跟它一样或者是超过 我不知道 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我之前也是做安卓 现在是做那个iOS了 就是 就是我最近发现 就是现在这个跨平台 不然还挺火的 我想知道这个Tropos 是不支持这个跨平台这种能量 支持 这是我想问的 支持 可以 某种的跨平台 跟那个Fourter是 他们的出发点在一样 但是慢慢在靠近了 就是 Fourter他最初就是要做跨平台 跨平台这件事情去推广自己 不然我 我做安卓我也没优势 我做iOS也没优势 这是他最初的最初的方向 然后慢慢的开始做多平台 就是他的跨平台 我跨到桌面了 跨到浏览器了 这个跨其实已经跟跟跨安卓和 iOS已经是两种了 对吧 就是我并不是一套代码多处运行 我一套代码我运行 它编译不成别的版本 而且别的版本也有 我不让它 我是要宽的 不是要那个窄 要那个竖的 啊 佛老师 现在慢慢他的他的跨平台也做这种多平台的跟BOSS是反过的先做多平台 他先是呃做了安卓之后然后去做了桌面的和浏览器的那种横的大屏的再回来就现在也都在做iOS的呃这是他们的那个慢慢都都在做武器对方的部分另外呢跟BOSS他的那个跨平台就你说这跨平台现在是我不知道他的那个进展具体是怎么样 我记得是前段时间到了beta还是到正式版的才那个iOS的呃他是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coclin那个coclin多平台 他的coclin多平台搭的是它的基础的主件 基础的架构 然后具体的界面 到了iOS那边 到了compose这边 iOS这边 到了iOS 到了安卓这边 你可以都用compose 以前是什么 以前是到了界面的地方 到了界面的地方 iOS 你还有iOS 你的代码去开发 到了 然后那个安卓这边 你还有安卓的代码去开发 只是它的核心的逻辑 用coclin去做 而现在是两一 compose已经可以去两边 就是呃都能写了 不过呢 他倒没倒 像做的这种更这么方便的程度 我也不清楚 不知道是他是有的 对你说这种块平台是有的 他的现状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他其实会更慢的去更晚的去做这种 iOS的这种支持 他会比forter这种支持更 更晚一点 然后以后谁好 然后以后谁好 我就不知道 我选谁呢 我选个 我赶紧后面的 后面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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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 我 我先跟我们发了抱歉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主要是您好 关于这个移动端这块 我有一点就是属于这个行业的 大家经常聊的一个小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所属一个行业的话 其实做一个安卓就足够了 因为就大家推荐摇摇摇领先嘛 然后现在 现在就是主要是在关于UI框架这块 其实现在安卓这一块 选择性还是比较多的 现在今天不讲的普提是Compose 然后我刚领的这个 要是Compose Flutter 对于华为现在也是在推荐摇摇相关 Nexr现在也说这个不支持安卓 然后这个Vivo这一块 他也在讲 那我可能后续也不支持安卓 所以就是对于UI框架选择这一块 我们就相对来说 对于开发者来说 他这个看的这个点 或者说以后走的这个分开路 是更更关心哪一块多一些 然后便于我们自己去投入更多的精力 去学习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我听明白了 我想一想 好 我觉得我拆了两部分来说 首先他我觉得你所提出的这个问题 其实不是一个UI框架的选择 而是具体的职业方向的选择 技术方向 技术方向的选择 我是要做 我是做那个安卓开发 还是去做鸿蒙开发 我觉得你提出的其实是这样的问题 这我想是第一个点 因为他其实系统的话 因为UI框架 UI框架是同一个系统 对吧 同一个工程 对不对 这是我想的第一点 第二就是 第二就是我觉得这种对于鸿蒙要来的这种害怕 其实很多人可能有点纯粹的光张了 一个系统就是这两个系统 iOS和安卓 还正正正正正正在鼎盛时期 然后另外一个系统 他说他要来了 你已经考虑到这个系统来了 是否那那两个系统要死 好在那个那个场景 那个那个时代了 其实有点有点快 嗯 不过你说这个呢 我也觉得是呃就是有你的那个道理 就是万一我转身慢了 我不是就跟那帮那帮塞班的工作室 是有就一样情况 我一般那人一样的困境了 嗯 塞班也可以 我我做这些年的那个开发 我真的感觉是 嗯 你不管是做什么方向 嗯 我觉得比较稳妥的 如果你真的是你呃 我对这个东西没有没有我原生的喜欢 我就是觉得哪个对于我来说 能让我直接发展能够好能让我更挣钱 我就做什么的话 我觉得比较合适的去去考虑我转不转的时机 是在另一个事情眼看要起来的时候 眼看着已经不可阻挡的要起来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不敢动 嗯 还有他的各种故事 所以还是动不了 这个时候你再去 你不是那个第一批成功了 就成功了去转的人 对吧 你你你不知道那些人 但是那些人可以太冒险了 但是你依然是比较好的人 就是眼看着这个事已经绝对要行了 从我们这个 哎 宣传能力比较强 实际上实际上怎么样 其实我不知道 我不是说他 我意思不是宣传能力强 实际能力不强 我就说他们什么东西他都 都能让大家觉得他特别强 所以是 其实反而没有什么太强的强考价值 嗯 因为他们的公司其实很厉害 我觉得他有可能是能做成 但是我觉得 没有 没有到那个 需要赶紧去就考虑我转不转的时候 为什么 你根本判断不了 要是鸿蒙也来了 啊 鸿蒙也来了 小女那个 小女那个hyper 那个童派 哦 那不一样道理吗 一样道理 对对 现在都依然安卓实际 嗯 那个童派 我觉得那是一样道理 我也我也 我们有时候有考虑这些问题 但是我对这个问题 嗯 兴趣比较 比较小 但是也不是因为我没有想他 我是 是因为我刚说的观点 我觉得 作为我们这种开发者来说 没有要现在就去慌张 对对对 我们不是任何厂商 没错 但是有涉及到一个问题 未来可能得跨10个平台 比如说华米欧威或者 国际厂商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厂商一个系统 跨10个平台 不会让你干10个事 真的跨10个平台 开发小程序吧 转发转小程序吧 好 谢谢 确实存在这样的现场 哦 我能我能想那个最后那个那个 那个绿衣服的吗 我只是 好 这颜色挺应景的 谢谢凯哥 因为我也是一直在跟看过凯华文科 整个凯华在学康夫斯相关的东西 所以也一直有个疑问 因为之前在做过海湾应用 因为 产出的马甲包比较快 所以在学康夫斯之后 觉得就是开发的效率就非常提高 但是现在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 也不知道大厂对康夫斯的这个跟进程度 或者什么情况 反正我是个人感觉就是 呃在我的日常开发系有种 康夫斯你满足了我基本所有的东西 而且会比我之前学原生就是快很多 属于那种带用难回的那种那种感觉吧 所以我想问一下凯哥就是说是呃 还是想知道他目前就是康夫斯的情况吧 大厂我们给你的情况 我们倒不倒 呃就是呃 敢不敢 或者该不该应该 比如说现在我在开发工程中 老的工程中 慢慢的像把康夫斯作为一个主力的开发的一个方向去切换 对 哦 我觉得这也是呃我可以分两部分 一个是这个 呃他在大厂里面流行程度 现在是不高的 呃不属于没人搭的那种 就是大家都在都在派人去试 试试着去去那个学你学会 作为呃每个厂里面 每个每个小团队里面有一个人比较懂 呃然后看看我们能不能往里面接 甚至在试试一试某些组件去接入 但总体上呃支持的是制度是不高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呃 呃他们的一些老代码是比较重 而且大家呢大家工作也比较忙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真的我现在就就成为成功跟波斯的高手 我学跟波斯学了两年段 我觉得到现在其实也不算很 不算是精通我觉得很熟了我觉得我已经很熟了就是很多东西我都能做了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到精通的程度 呃大家就是大家去学应该会比较比较辛苦 一没有这个呃没有这种原始的动力 比如比如安卓开发已经不能用了那我赶紧学 但是老的方法还能用 而且老的项目用的很深 他们还有各种他们内部的那些框架 比如他们有些公司包括他们都会有一些这种组建的团队 做基础的接任的团队 那么这个东西他要搬会非常慢 非常非常辛苦 所以这个目前他们支持会 目前支持不多 以后也会比较慢的去转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你说那我现在能不能去转 啊转跟波斯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事儿本身他是不会再回头的 呃安卓他们官方的态度是 一是态度很坚决 二这个事儿没有什么风险 他就不至于我们来一天跟大家说 对不起我们又放弃了个东西就是跟波斯 就是这个他是没有什么风险的 所以他们就以后会一直就这么做着 可能很多年之后可能会再转个新东西 但是这两年就不可能再把他给放弃了 嗯所以以后你你继续做的话 就会成一个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跟波斯和波斯这两方面都比较擅长的人 那对你来说是是有好处的 所以如果仅仅说个人可不可以去去学 甚至用到项目里面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啊我们还有问题吗 啊 啊 那个 啊 没事我不能忘了 能听见你了 就是我想问个可能现在实际点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项目可能即将会 可以采用个康目的开发 但是已经是基础的那种时候又来进行开发了 然后因为你刚说的 你可能没有一些 啊以外的框架小组去做一些定制化的view 那我们在转向看波斯公司上可能上完些问题就是 他们可能行动的并没有那么快 啊我们可能会需要面对就是 看波斯跟并一起去混合使用 比如说我们开发一些新界面 就要里面套入一些之前开发过的具 像这种情况是是不是好做呢 或者已经说啊 监督上的问题 啊 他问的是他们 他说他们公司现在已经做了决定要转向波斯公司了 但是因为他们有很多老的东西 不只是组件 包括他们的 不只是所有组件 包括他们其实也有一些通用组件 啊也都是用view来做的 所以他问我啊 啊那在这种转 这就是现在转过去有没有风险 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啊这个这个 Android他们其实已经官方已经写的有相关的转的文档 都叫什么migrate to converse 还是migration to converse 他们写的有这样的页面啊 我我没有仔细看 但我只是读了读 他里面讲的 我只记得他写的是比较有道理的 他讲的是你从小的开始 开始去替换 一块一块去替换啊 他说你别去设计一个大的大的一种更 这种更替觉得很省事 一下子去替换吧 他说你一点点替换 呃他也说跟boss这种 这种跟跟view 他的那种搭桥搭的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你就一点点替换 用着试着做着试着 在这过程中你的项目的体积 你的项目体积和你转业体积会变大 但是你也会慢慢度过那颗阶段 不过具体他的每一步怎么怎么操作的 就跟哪个细节 那个文档我没有用的细读 呃所以我给你的回答就是 我觉得是有风险的 但是他就是官方文档里面一 官方他写了二 从我初看我觉得那样好像也比较相对 相对安全 因为你要切换总会有风险的 一点点切 好 好 OK 谢谢 谢谢 我好像准备 现在还消息五分钟左右 然后进行这样 刚才拿到唯一的 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叫尺码 或者颜色不喜欢的话 得把我来断 我们还有那个XM版 还有白色 这个好像是那个美版 那我们本身就比较多个 那我们把他吃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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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好 好